有日本媒体 日前对日本一千个 大约10-60岁的国民 就在厕所使用习惯进行调查 有高达13.5%的受访者就说 曾经在厕驾里面吃饭 数据显示 女性在厕所吃饭的比例 是15.2% 即是大约每6-7个女性里面 就有一个女性 拥有在厕所吃饭的经历 那为什么要在厕所吃饭呢? 相关媒体就说 是因为犯有症后群 自己社交生活里面 没有一起吃饭的伙伴 而感到恐惧的现象 近年已经被日本媒体广泛报道 除了人籍关系之外 一个大约30岁的女性 向她们表示 由于员工的休息室 没有吸烟的间隔 其他同事一口一口吃烟 烟味好臭 令到她相当不舒服 所以不希望在那个地方吃饭 因此才会靠起厕所